哈喽小哈尼们早安 今天是FMCO的第一天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就很像年初一这样的感觉 因为去年MCO第一次的时候 我是在在哪里啊 我是在新加坡嘛 然后MCO2我也是在新加坡 MCO3已经回来了 已经在绝逼 但是MCO3的MCO不像MCO 所以真正没有感觉到那种 Full MCO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而现在是12点 然后下着毛毛细雨 所以我今天的job是什么呢 我就很想知道 Full MCO FMCO的情况 哪一间是开的 哪一间是关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 Explore一下 FMCO新山 我是KM以内的地方 到底是长怎样的 走咯 带你们来Longkai 因为今天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啦 到底MCO的情况之下 Full Lockdown 哪一间店有开 哪一间店没有开 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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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o 4大丸 我3大丸 我是 müAQ 4大丸 可以看到整个市场 啊阿开跑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这里出了菜市场哦 菜市场几个档口有营业 然后其他的都是没有营业的 这么神圣的一面啊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 哇你看加拉伯 没有开店整个全部冷掉 今天下一站呢就要去shopping mall 很久没有来这里 这里是sustra mall 这里永远都是最冷的 欢迎来到high market 我们开一看这里的view 空荡荡啊一个人都没有啊 包场啊包场啊给送啊你看 你看看到没有 当当当 什么都没有 哎这里哦有让我每次我来逛这里的时候哦 然后我感觉到一个东西它很像那个香港街 这里有很多那些五幅戏剧啊 我不晓得它里面是真的还是sustra mall 很像他们回复了那种古代的感觉啊 应该是去80年代啊他们这样看电影的 我进入都关到晚了 剩下那个卖水果的那些便利商店有开吧 现在手机店服装店 都一例关到晚 这里之前应该是那个Aion的一part 现在就完全全都没有了 不用这么厉害啊 医药店有开了 眼镜店有开 我在想哦这里一个月租金不懂多少哎 有没有人是在五福城做生意的啊 还是有亲戚朋友在五福城做生意的 一个月这里的租金是多少 看以后有没有机会把我的走上一个搬来这里 搬来这里营业 五福城我走了这样久啊 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有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那个麻将呢 总之呢 FMCO的第一天就很像我们大年初一啦 因为整个都是静悄悄的 人也很少出门 所以stay at home还是会比较安全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